新華社報道,國家主席習近平星期四在巴西出席金磚國家領導人第十一次會議期間 就當前香港局勢表明中央政府的嚴正立場 習近平說,香港持續發生激進暴力犯罪行為 嚴重踐踏法治和社會秩序 嚴重破壞香港繁榮穩定 嚴重挑戰一國兩制原則底線 香港當前最緊迫的任務是止暴制亂和恢復秩序 中央繼續堅定支持行政長官,帶領特區政府依法施政 支持警方嚴正執法,支持司法機構依法懲治暴力犯罪分子 習近平又說,中央維護國家主權,貫徹一國兩制方針 以及反對外部勢力干涉香港事務的決心 兼為奉過觸發的抗爭持續超過五個月,未見平息跡象 保釋地視記者,廖天站報導 律政司司長盛若說,在浸大附近一段窩打路道 滿地都是磚頭,有人嘗試清理 而在聯合道繼續有彭架搭乘的遼望台 警方在記者會